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好周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墨尔本西南区的Point Cook 上次拍了一套双层的大独栋别墅,占地925平米 确实价格就比较贵了,因为是走相对高端的路线 这一套走的是相对比较亲民的路线 土地其实以Point Cook来讲也不算小,有448平米 标准的单层四房两位双车库 而且有多个生活区域,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房屋的内部 OK,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房子是四房两位两车库 占地面积448平米 以Point Cook来说,其实占地面积算是不小了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好 它进来的话就有一片可以作为健身的区域 再进去有一个小书房 然后呢,才是卧室以及最里面的客厅 本身呢,它做了一个格挡 就进去的话呢,不像很多房子 开门呢,就直接能望到头,望到里面的客厅 它这边呢,是做了一个隐私规避的设计 还挺不错的 这边呢,是车位 房屋呢,刚才说了啊,占地面积448 室内面积的话呢,在185左右 本身的话呢,是建于5年半以前 所以呢,房龄还算是比较新的 卧室的话呢,基本上大小呢 每一间都在11个平米左右 除了主卧呢,会稍微大一点 主卧呢,同样也是套间啊 是有步入式的衣帽间以及卫生间的 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主卧的面积不算特别大啊 本身呢,这个房子呢,相对来讲啊 是给本地居民去设计的 就不会特别的豪华 还是以偏实用型为主 另外呢,周边的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这边距离Sectary Lake购物中心 开车的话呢,差不多在4分钟左右 旁边走路啊,就拐个弯 基本上花个,走路花个四五分钟吧 就到了小区内的这个 沿湖湾Sout Water Reserve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大的公园,非常非常的方便 除此之外呢,沿湖湾的P29 College 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这个学校啊 也是走路的距离,走路差不多五六分钟 另外的话呢,价格肯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价格的话是72到75万澳币 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这次呢,是为了去拍照啊 做上市的准备 这个房子呢,下周就会正常上市了啊 那正好呢,在Point Cook我们就有了高端的选择 以及呢,相对比较适合自住 比较标准的选择就都有了啊 那目前呢,很显然 如大家所见是带租客的 不过呢,租约已经是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的续了 我们叫做Month by Month 所以呢,在这种租约的情况下 只要房子卖了 给租客发那个Notice to Vacay 就是让他们搬走的通知 那他们60天之内呢 是必须要搬走的 所以租客不会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边的厨房用具呢 全部都是加宽的900毫米 这个中岛呢,也是挺漂亮的 整个房间的最大的空间啊 还是在客厅 但是呢,比我之前拍的西区的一套房子 好的地方呢 就是他房屋的前端呢 是有生活空间的 有书房 还有一小块健身区域 相对来讲呢 就会更加适合自住 另外呢,因为我们这套房子的占地面积啊 有448平米 一会儿镜头 带大家看室外的情况 看一下后院就知道了 是比较大的 因此呢,它相对来讲 后院留的面积呢 也会更大一些 比较施展的开啊 这一点来讲呢 对于很多有娃的家庭 也是相当合适的 不过呢,总体来讲啊 这样的房子 尤其是在西区西南面啊 不太适合我们华人自住 我们华人的多半还是会选择东区东南区的学区房啊 以这种为准 但是呢,价格是double了啊 翻倍可能还不止 所以呢,它这边70多万啊 在西南区买这样的房子 比较适合呢 如果咱华人买的话 作为过渡是OK的 一或者呢,就是本地人来居住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 欢迎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呢,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